我们在玩石头的过程当中 一般认为石头有白物 它们的品质会比较好 甚至把石头有没有白物 当成是一个评判石头好坏的标志 其实石头有没有白物 只能说明石头有没有肿 而肿的高低好坏 则取决于白物的形态特征 就像这几块撩子 它们都有白物 我们先来看这块 它的白物层比较厚实 但同时也比较松软 明显有像预热中间渗透的迹象 与预热的分界也比较模糊 说明它的预热还不是非常的致密 落化到落冰的样子 而这一块的白物厚而不实 稍淡一些 它也有像预热中间渗透 但与预热的分界比较明显 说明它的致密度要比上一块稍高 像预热中间渗透 那只是进体颗粒偏粗的缘故 像这一块撩子 它的进体颗粒就比较细 像中间伸到的迹象就不那么明显 我们再来看这一块 它的白物层很薄很淡 说明它的致密度细腻度 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档次 可惜还不够紧 与肉质的分界还不是很明显 不然品质还要更进一步 当然了 这些都是针对于切口料 明料的分析 至于那些全蒙头的料子 那就只能靠我们平时积累的经验 去分析盘道 明料的 handsDER 请不吝点赞 贝族 迹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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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迹族ž族